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苏文宇虽然表面上承认了我的身份 但是我俩 从来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夫妻 在她的心里 也只有你一个 如今 怀州我是回不去了 其实我跟你一样 无依无靠 只能靠我自己 所以我才拼了命地 想在苏家站稳交跟 我之前对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 如今我也想通了 为了一个男人跟你做对 简直蠢之又蠢 在云锦庄的时候 虽然我们关系不好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要比我强 我也想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放着你这样优秀的铜窗不拒亲戚 反而处处与你作对 与我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霓装 我们都放下谷曲 原谅对方 好不好 你我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不过就是合则剧 不合则散 可是我想跟你做姐妹 我也想像原香一样 所有人都喜欢你 我也想被人喜欢 我不想被人厌弃 擦擦吧 不要让人看见了 这可不像你严大小姐的作风 可是人是会变的 如今你我同入瑞缘 这也是云锦庄之后的 第二段缘分 我们更应该携手并进才对 我还希望 有什么我不懂的地方 能得到你的指点 你我各有所长 听说苏氏这次放弃了香料 只参加织造的比试 那可是你最擅长的 何须别人的指点呀 可是香草堂 岂不是更厉害 两项都参加 霓裳 你知道吗 我真心佩服你 你有远大的理想 我真的挺佩服的 你 我真的挺佩服的 我都知道了 从明日起 我们各商户 还有准备比试 莫要耽误了 好 那你空了 急得要来找我 谢谢 还不睡啊 霓裳 这么晚去哪儿啊 我这些布还是稀巢 我想今儿再去试一试 是块布哪有布巢的 这兰昭湿热 潮气也重 我若是能做出防巢的布 岂不是更有胜算 这倒也是 我要是能有你一半的经历 和心思 我就不用整日爱五娘的训了 行 你快去吧 那我先睡了 你睡吧 我先睡吧 海绵 再往下一点 好 你自己注意安全别摔了 来 姑娘都扫起来 你把桌子椅子 快点拿过来 快点 没问题 来了来了 这个放哪儿 来 这边 来 快点 好 来 这个给我 你去那边吧 好 弄赶紧点啊 那上边 好嘞 你看着点啊 这有粗活怎么你干啊 您说话呀 我来不完了吗 你笨手笨脚的 你要帮忙就帮 你笨手笨脚那么多 走快 走快 我帮你干活 你 你还数了我 走 王爷 这院也忒败了 怪不得那么多年都没人住 您这是何苦啊 非得 非得住这儿的 院子虽然不太好 但位置却极佳 你吼什么呀 你吼什么呀 那晌午就没光了 王爷 不就是离瑞儿近吗 您要是不放心霓裳姑娘 您就大大慌慌地住进去 反正您是督办啊 也没人敢说什么 还 还特地把这阴面的院 买下来干什么呀 你过来 过来 吓我一跳 我问你 这里除了离瑞园近以外 还离哪里近 宫市局啊 很好 然后呢 然后 王爷 您是要监视宫市局啊 宫市局要喜货 还非得通过瑞园不可 咱们这院子吧 僻静 清幽 也不打眼 就像黑夜里的一双眼睛一样 高悬府上 给保王盯紧了 王爷 您放心 那小子绝对跑不了 去吧 来 包子 是你吗 霓裳 你说谁 没什么 你快睡吧 明儿不是还要去香料房吗 放心吧 误不了 你不说 要去严肥 你不说什么 不说什么 不说过 约束 我 我 我 二位姐姐好 我是香草堂的霓裳 你们在做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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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玫瑰 我今天要调制三款香膏 不知道姐姐们可感兴趣 我们可以切磋切磋 香草堂的东西 我们可不敢高攀 你呀 还是自己做吧 不过呢 管事的说了 我们不能光顾着做自己的 烧带手 也得替园子里做点事 要干什么活 姐姐尽管说 正好 来了一批药材 就在园子里放着呢 你若有心便去收拾一下吧 好啊 那我现在就去 来 这个红枣 它有点长 要在太阳底下 摊开亮晒 还有那个山药痘 谢谢啊 没事 你真好啊 这个山药痘啊 它也是要这样 一颗一颗 把它 亮晒 来 还愣着干吗 分开亮晒 这搜主你都想得出来 真死 它呀 不是咱们惹不起的大红人吗 我偏要不难它 走走走 就 祝多 我 Gri podcasts 你可真是太坏了 哪有 霓裳 你还在磨蹭什么呢 太阳都快下山了 还不赶紧去晒药材 我早就分开晾晒好了 都分开了 不可能 不信的话你们自己去哪儿看啊 走走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么快 你就分开了 我编了一个网 网格大小参照山药豆 就这样一筛自然就分开了 公主殿下 公主 小的见过公主殿下 他 你 你是罗王殿下的侍卫 对 他人呢 好几日不见他了 我家王爷领了差事 就出府数日了 什么差事非得他不可呀 树小的不止 看你能赌我到几十 两位姐姐好 两位姐姐好 小菊姐姐 我这儿有润喉膏 醉是自阴润肺 对喉咙特别好 您试试 波罗 谢谢啊 你先闻闻看 好香啊 你加了什么 感觉特别神经气臭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好 这里面是 少在这儿假惺惺 跟我们套近乎 我从未得罪过你 为何你处处针对我 针对你 少给自己脸上贴近了你 月清 大早上的 你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你胆小拒他 我可不怕他 咱们都是选进来的 凭什么爱人家一家 这种大商户 什么都不用干 我们这种小门小户 就什么都要干 凭什么呀 别嚷嚷了 雨晴 我现在头特别疼 你没事吧 要不 你先回去休息 你今天干什么 我帮你全干了 不用不用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这次回去休息一下 明白 你的独门秘方嘛 跑偷学了去呗 那要不 我扶你回房 来 小心点 小心抬肩 慢点 来 坐下 这个我先帮你放下 来 把被子打开 然后 这个 这个枕头怎么又睡实了 一点都不松软 正好 昨天晾的墨里花瓣 刚好晒干了 我给你换下来好不好 等着啊 小菊姐姐 这是我自己调制的药膏 你擦点吧 很是解乏 不敢老家不敢老家 你 你还是回去吧 要不玉清看见 又要跟你吵架了 没事 你拿着 姐姐昨晚可是没睡好 这眼圈都是轻的 是 我最近一直都睡不好觉 要不 我去给你熬碗安神汤 喝了试试今晚能不能睡安稳先 安神汤 这是我在西州学的方子 许多人都试过 很管用的 真的吗 不过 说来的确也挺奇怪的 刚来的时候 我可能压力比较大 我一直都睡不好 你看 玉清还给我做了个枕头 她说是有助于睡眠的 只是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 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这枕头里装的是什么呀 还能是什么呀 有助于睡眠的茉莉花瓣 你在这儿干吗 你不会去干自己的事情吗 玉清 还不快走 走啊 你看 这些茉莉花瓣蓬松又香软 你闻闻 嗯 真行 保你今晚睡个好觉 嗯 来 我给你换上 来 我们躺下 慢点慢点 慢点 小心 小心 还是 好了 酷 对 慢点 像 终于 看 走 走 走 安人 您看 袁大人 这是这个月的供言 请您向拿 请您 您请您 苏公子 日后做何打算呢 我与之想好好做买卖 其余还未曾多想 如果京城里的商户 都像苏公子这般 本官倒是省了不少事 是啊 高大人 话说起来 苏二老爷上了年纪 是时候该提拔提拔新人了 苏公子处事周全 这会长一职 非苏公子莫属啊 苏公子 还不愧谢过袁大人 多谢袁大人提携 多谢高大人 苏会长客气了 如若没有什么要事 是 还请先回吧 那文宇便先行告退 霓裳 好久不见 苏公子 别来无恙啊 霓裳 你可愿加入杭头会 香草堂会比现在 更上一个台阶的 现在杭头会会长是我了 有袁大人提携 我不会像二叔那般对你的 恭喜苏公子了 但香草堂是小本生意 从未想过加入杭头会 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这宫市局干系繁杂 你还是不要参与太多为好 霓裳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 苏公子何必为我而活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霓裳 霓裳 竟然是茶 楚 你不在山下 你以后 不知道姑娘现在能否随我出去 我们午时要点名 赵执事说了 务必不能缺席 现在离午时还早 走吧 霓裳姑娘 晓芹姐姐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呀 等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就在前面 霓裳姑娘 请进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晓芹姐 晓芹姐姐 欧阳子云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谁家院子啊 这里当然是本王的院子了 不过呢 也是最近才刚买下的 你何时买的 大约一个月之前吧 让我猜猜 你断不会是只为了见我 便提前买下这院子 一定另有隐情 你就不能装傻充乐 全当是 我为了能经常见到你 才买下来的 风雪凉 烟火香 既然来了 就随便看看吧 原来我在晚上听到的琴声 真的是你弹的 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呢 我已经算过了 在这个院子里面弹琴 一共要穿过七道墙壁 两个小池塘和一处小院落 音律被层层的屏障 削弱声量 除了听过我父亲的你 应该 没有人能注意得到 那若是 我也没有听出来呢 你当然能听得出来 因为 是宝王专门为你谈了 我还以为你掌心开花 以后 我们就以琴声为号 你听到我的琴声 便吹笛硬核 如何 可笛声这么小 你如何能听见 我能听到 因为 是你为宝王吹走的 是你为我 我 我 你 被我 想问 摇摇的 月儿呀 那人是你吗 你长 乌榄花 陪我 树年花 人间风雪凉 煙火香 都有你在旁 陪我 我伤心和完整 最近在瑞远过得如何 一切都好 只是 这瑞远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你知道吗 有几家入选的商户 可是使了银子才能进来的 我知道 你知道 这本就是宫市局谋财的门道之一 有何稀奇的 不过你放心 本王 一定会抓到他们的狐狸围吧 殊不知在这儿 能不能查到当年案子的线索 更不知从何查起 你要有耐心 这瑞远里有很多宫市局的老人 一个个查 一点点扣 总能找到端倪的 可我只有不到四十日的时间了 如果可以 靠这次竞标大会 搬到圆道厂的话 那线索就会暴露出来 你可不要心急啊 丑儿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 我 不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吴依 公主殿下 只要你我二人在时 不必距离 吴依与公主殿下身份悬殊 礼仪还是必要的 无妨 本公主觉得你见多识广 拿你当朋友吧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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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梵京人士 公主何处此言 听你口音啊 和本京人如出一辙 我 只是小时候 在梵京住过几年而已 不必掩饰了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 但若你不说 本公主绝不追问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一定要开口 我说过了 你很对本公主的脾气 多谢公主提讯 天色你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那我 公主 公主 请我 以后就别送汤来了 要不然玉清看见 她又该不高兴了 你喝了我的汤可有好转 好多了 不过玉清她说这个 你把身体养好 玉清姐姐应该替你高兴啊 话是这么说没错 这使我担心 我跟你走得太近 玉清她会误会我的 我可没有半分 与玉清对立的心思 你不必多虑 对了 我去给你拿个东西 你先把汤喝了 谢谢啊 给 不用了 不用了 玉清已经给我做了一个枕头了 她给你做的那个茉莉花枕 对你效用不大 不妨用用我这个 试试呗 霓裳 谢谢啊 小秦 过来吃水果了 好 吃点水果开开胃 对了 厨房里我还给你热了粥呢 一会儿给你端过来 谢谢 我发现你的气色好像好些了 是吗 你也发现了 所以一定是我做的 整口气效用了 你可得赶紧打起精神来 不然怎么应付比试啊 算了吧 我没有那些 正名堕立的心思 是家里比我来的 你倒不一样 你的药力比我强 治的香膏也比我好 你能把练还是可以的 我呢 就应有应付 回家交差得了 胡说呀你 明明是你药力比我强 你们家民生也比我们家强 如若你能夺魁 也算是实至名归啊 就我这个身体 夜夜梦魇 白人连精神都没有 还夺魁呢 快算了吧 所以说你才要好生调养 不能过于劳累了 我看呀 你这晚上的功课 就别做了吧 还是你心疼我 那你先吃着 我去厨房给你看看 粥好了没 谢谢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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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小侯爷 行 小侯爷就小侯爷吧 你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 小侯爷来又有何归干呀 我来看看你啊 你在干吗呢 啥药材 那我来帮你 这可是不得 要被上头看见 我可是要被骂的 有我在 谁敢骂你 我来 这个怎么弄啊 把他摊开 然后再 你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与小侯爷有何关系 那行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们瑞园就这么大呀 霓裳 瑞园外头开了好多的海棠花 像花海一样的 你跟我去看看吧 霓裳还有些杂活就不去了 还请小侯爷不要见怪 你跟我说话 偏要这么别别扭扭扭的吗 除非您答应 别再来害我 我不放心你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我 小侯爷的好意 霓裳心领了 在这种地方 还能交到 像小侯爷这么仗义的朋友 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 你当我是朋友 你早说嘛 我还以为 你跟那些人都一样 表面上尊敬我 实际上 就觉得我是个废物 瞧不起我呢 小侯爷身份尊贵 尚怕被人瞧不起 那我们这些小商人该怎么办 你说得也对啊 那算我无病身瘾 我给你认错 不敢 不敢 那走吧 咱们到前面再转转 走 霓裳 你过来 我有话要问你 我给小侯爷做的枕头呢 是不是你换了 是啊 小侯爷爷 我给小侯爷爷做的枕头呢 小侯爷爷连日梦魇 这是我给她做的枕头 你 那我做的枕头呢 我给小侯爷爷做的枕头里 除了茉莉花 还有薰衣草 芦苇粉等十几种药材 她用了几日之后 梦魇已好了大半 谁问你这个了 我问你 我给她做的枕头呢 我扔了 你扔了 且问玉清姐姐 你给她做的枕头 可是只放了晒干的茉莉花瓣 当然 怎么了 可我怎么从换下来的残渣里发现 除了茉莉花瓣 还有蝉酥粉 可能姐姐不知道吧 可能姐姐不知道吧 这蝉酥粉呀 除了能够阵痛消肿之外 最大的作用 便是能提神行脑 用过之后会莫名地振奋 可这若是用在安睡枕里 便会引人梦魇不断 我 我知道 你不是有意要害她的 只是想让小菊姐姐夜里睡不好 白天经历不济 也就无法用心备凶 你就会少了一个对手 但现在我将她的枕头换了 她的梦魇也好 此事 你就当从未发生过 我也绝不会再提 等等 你当真不会再提 只要你恪守本分 真心待姐妹 我自不会再提 只要你恪守本分 只是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还有下次 随便宜 我会再提 不要再提 不许多 你不许多 你不许多 不许多 是你不许多 我许多 不许多 宗太医 您能确定是什么病吗 你扬死了 看症状 与天花有些想想 我家小侯爷 怎么可能得天花呀 你给我放开 但小侯爷神志清醒 又无发烧与昏溃 我 我也说不好是不是 你们别抓着我 别扬死了 小侯爷 别抓了 别扬死我了 我们是香料房的 来送药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过来呀 霓裳 你别过来 小侯爷 我得了天花 会传染给你的 你快走开 我不怕被传染 别抓好了 小侯爷 小侯爷别担心 很快就会好的 那我也不让你在这儿 小侯爷 看我如此丑陋的样子 小侯爷 您可是吃了什么 用了什么 怎么好端端的会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我去香料房找你 回来就这样啊 药凸好了 现在就给小侯爷用上 小侯爷 来 快用药 对了 今日之事 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讲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小侯爷进了这香料房 回去就发病了 难道是碰了什么东西啊 可别牵连上咱们啊 封信子吗 封信子吗 曾太医 我家小侯爷 我家小侯爷怎么样了 小侯爷所生的斩子 并非天花 而是花粉症 幸亏用了霓裳老板 调制的药膏 再过两日 就可痊愈了 可吓死我了 万幸万幸 霓裳老板 这次有劳你了 多谢多谢 不用客气 所幸这次是有惊无险 那也有劳曾太医了 你过来 再过来一点 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又不会吃了你 元香说你想用 封信子制香膏 我帮你找着了 就挂在香料房的屋顶上 这事我谁也没告诉你 小侯爷以后 莫要再碰这种花了 我知道 此事一攘出去 你们瑞元 可就不得清静了 左兴 绝口不提 你说 我是不是很聪明 霓裳感激您 多谢侯爷 这个情是你欠我的 我先记下来 以后你要还啊 不许这些 明镜需要您的盖 谢谢 您 下词 婚姻 大家都 我